全红蝉教练灵魂拷问 三个自问蒙全红蝉 14岁天才少女不知所措 大家好 这里是波波体育 说起今年东京奥运会 大家印象最深的那应该就是跳水小将全红蝉 全红蝉三个满分成功夺冠 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而全红蝉也火遍全球 全红蝉在跳水的天赋很高 要知道 全红蝉在选拔赛中力压张佳琪拿到冠军 然后更是在奥运会前夕刚刚学完所有的动作 说她是神童也不为过吧 全红蝉自爆自己一开始学习跳水 是以为只要跳水就不用读书 所以才来的 看得出来奥运冠军也有叛逆期 但是没想到全红蝉第一次参加大赛 就取得了如此优秀的成绩 而在比赛之后 我们知道了全红蝉的家庭情况 其实并不是很好 她的母亲生病 她这么早进入跳水队 其实也是为了早点赚钱为母亲治病 而全红蝉夺冠后 获得了巨额奖金 但她的愿望 却仅仅只是想买50块钱的零食 剩下的钱给母亲治病 全红蝉在夺得冠军之后 连过晶晶多跑着过去跟她合照 还细心地帮她整理衣服 虽然全红蝉十分的懂事 但是她并没有失去本属于这个年纪的活泼可爱 在接受采访时 十分谦虚 就谢谢她们鼓励我 鼓励我勇敢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 你紧张吗 第一次参加正式大赛 怎么个紧张法 就她自己跳不好 而在全红蝉跟陈玉希的直播中 被问到是怎样三跳满分的时候 她却说自己是懵的 这可真是非常法尔赛 跟各个姐姐们说一下 觉得就是在亚水花这个方面 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技巧 亚水花 因为 我水花不好 问这个 我水花也不好 也不知道今天是谁穿了十 跳了三个满分 懵呢 跳了三个满分 然后法尔赛 我亚水花不好 而全红蝉能有如今的成绩 最要感谢的人 那就是她的教练和威仪 和威仪教练不仅在训练中对她高度关注 更是在生活中照顾她 比起教练 更像是父亲 而当被问到教练最常跟你说的话是什么 就在大家都以为会是十分感人的画面的时候 红姐出人意料地说 就三个字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看来 和威仪教练的灵魂拷问 让这位天才少女不知所措呀 就三个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做 为什么那样子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哈哈 哈哈哈